在最后一集中出现的怪兽一般都是最强的 那奥特曼的故事中是这样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昭和时期的奥特曼中的boss吧 宇宙恐龙杰盾 他是登场于初代奥特曼中最后一集的boss 第一只打败奥特曼的怪兽 对战初代的过程中 初代先是一招奥特旋转 想要束不住他 结果登一声 杰盾轻松挣脱 紧接着初代使用了八分光轮 却被杰盾一个光波屏障直接抵挡 在肉魔战中更是被人家按在地上摩擦 而且击中我们两灯 科特队的博士看到初代被打倒后 迅速拿出了最强黑科技交给了蓝军 蓝军一枪就干掉了杰盾 我说哥你倒是早点拿出来 不过你别说这红色碎片也太真实了吧 庞盾 庞盾的实力并不厉害 但是他正好是在赛文能量快耗尽的时候出现的 看到庞盾之后 赛文上去就是一个奥特拥抱 但是庞盾这个直男又怎么会懂七爷的情调呢 果断把七爷摔倒在地 过于生气的庞盾在赛文倒地后 更是一阵拳打脚踢 看到这几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赛文使出了招牌禁 赛文投标 但是被庞盾轻松解下 庞盾把手中的飞标扔向赛文 但是哪知道 这个投标一个急转弯朝自己的面前飞来 直接就了结了庞盾的心灵 这个场景怎么有点像前阵子的坑山龙爵呢 百特星人杰盾二代 出现在杰赫奥特曼的最后两只怪兽呢 一直是我们的老朋友杰盾 还有一只是百特星人 这只杰盾在设定上是强过初代中出现的那只的 因为它是在原基础上被百特星人改造并加以控制的 而百特星人呢 则是想要征服宇宙的宇宙人 纳贝大人的梗啊 就是从他这传出来的 在EV2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杰克也不虚 EV有警备队的成员在旁边骚扰杰盾 用奥特手桌变出石子标箱 直接刺死了百特星人 然后将杰盾举起 奥特走你 加上斯派兄五光线的组合剂 成功的干掉了阶段 超兽强博王 这只怪兽是由宇宙袁隆平亚伯人创造出来的超兽 是奥特曼系列中第一个出现的合成怪兽 他的身体是由艾斯之前打倒过的超兽最强的身体部分组合形成的 这只怪兽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刚出场的时候呢 艾斯确实处于下风 我说法爷啊 你也是够了 一个法师非要玩紧战 你风证他呀 最后艾斯在一群小孩子的疯狂呐喊声中呢 一招纠集断头刀 干掉了超兽王 萨梅精 巴尔基星人 巴尔基星人其实就是雷欧的早期作品 雷欧的头部设计灵感就是来源于他 而萨梅精是被巴尔基星人带来地球的怪兽 讲道理 我头一次看他的样子 我觉得就是随便一集中的小怪拉过来的一样 没有一脸最终boss的样子 而且这实力呢 也是出奇的弱 在这里呢 心疼一下泰兰特 巴顿等一众怪兽 看到自己带来的怪兽被单方面掉的 巴尔基星人呢 也坐不住了 前来参战 而泰罗能够成功干掉这两只怪兽呢 也是多亏了有赛特队的掩护 萨梅精最终被一招斯特利姆光线呢 干掉 紧接着光泰狼把巴尔基星人 引到了化学工厂的燃料仓库的位置 最后被光泰狼一枪给干掉了 嗯 你退群吧 你简直就是语众人的耻辱 布莱克恩多 布莱克指挥官 恩多是布莱克星最强的原判生物 能够用触角攻击敌人 他有着吸收对手力量的能力 在和雷欧的对战过程中 长出了触角刺向雷欧 兄弟你打别的奥特曼就算了 打雷欧你还敢长脚 他可是最喜欢这口的 果不其然 后背的脚呢成功被雷欧拔除 而他的上司指挥官 也是气得直进一个空中旋转360的完美动作 亮相在大家的内心 不过就你这体数 你是怎么被一群熊孩子打败的 你给我解释解释 把刚刚的巴尔基星人拉回来 你自己退群吧 熊孩子夺走了水晶球之后呢 送给了雷欧 然后雷欧用水晶球砸死了恩多 而失去了水晶球的指挥官 也化成了泡沫而死 冷冻怪兽马格顿 在原设定中啊 他是最强的负能量怪兽了 将南原市完全冰斗 实力很强 但是缺点啊 是抗撞技性坎弱 所以UJM便制定了 巨大铁球的战斗计划 UJM驾驶战斗机 往他的头上投掷水弹 而因为他有着动气这个能力啊 所以身体很快被截了厚厚的冰层 最后被迎面而来的铁球 就直接砸在了冻结的身体上 砸成了碎片 在这次的战斗中啊 史尼猛并没有变成艾迪 是仅靠人类的力量呢 成功的打败的UJM怪兽 好了 这就是昭和时期 六位奥特曼的最终BOSS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星际园 我们下期再见